鼻洞海水细菌感染 天道男神暴瘦高烧39.7 正妹七星腾 难忘父亲节 赖玉婷与李瑞生在三立八点台剧天道展露头角 自天之交女黑RCP后 让众多粉丝敲碗希望再续前缘 这次在天道又被凑对但依然情路不顺 而最新剧情中李瑞生竟然被Gino刺杀 目前生死未卜 让网友都惊呼要领便当了吗 李瑞生的正妹老婆则发文透露 鼻洞还因海水细菌感染发高烧到39.7度 难忘的父亲节 李瑞生在剧中演出黑道富家子弟 跟在爸爸旁打天下 而Gino则是迎来崩溃绅士 为了救爸爸林建环 甲义跟青生大汉好 没想到成润要测试其中程度 竟要Gino刺杀李瑞生 李瑞生为此昏迷 心脏一度停止 性外李瑞生则是因为拍戏累坏了 李瑞生的正妹老婆则发文透露 嗨 夜间不同学 最近老公忙到每日木夜 瞬间发现变瘦 鼻洞还因海水细菌感染发高烧到39.7度 难忘的父亲节 辛苦你了 永远爱你 大批网友也留言要好好照顾身体 最新预告中 青梅竹马林轩鱼找到李瑞生 但已过了黄金急救时间 林轩鱼大崩溃敲打李瑞生 无奈李瑞生还是一动也不动 这让观众大傻眼 直留言 不可能领便当吧 近日李瑞生也晒出拍戏近照 他说 外景 收工5点30分起床继续拼 网友也留言说 帅哥的男神拍戏辛苦了 加油 工作顺心早点休息哦好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